从前从前在一个王国中 皇后肚子的小宝宝快要出生了 皇后看着窗外的雪说 好漂亮的雪啊 希望我们的孩子能有像雪一样白的皮肤 还能有乌黑的秀发 没多久小孩出生了 真的如同皇后所期待的一般 孩子有着乌黑亮丽的秀发 与像雪一般白的皮肤 他们就把她取名为白雪公主 即使国王与皇后都没有这些基因 体弱多冰的皇后在生了白雪公主后 没多久就去世了 国王福政的小三娶了新的皇后 新皇后有个不为人知的怪癖 她每天早上醒来就会先用Google自搜 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看自己有没有获得评论 再来看看自己在IG上的追踪数 按赞数是不是还维持在第一 一直到有一天 皇后发现长大的白雪公主 IG账号爆红 甚至追踪人数在短时间就超越她了 皇后非常生气 皇后没收了白雪公主的手机SIM卡 还改了WiFi的密码 让她连不上网路 再也看不到名音的白雪公主伤心欲绝 决定离家出走 知道白雪公主离家出走后 皇后很过意不去 就准备了日本进口的青森苹果 乔双城卖水果的老贝贝 想要给流落街头的白雪公主吃 希望她不要饿到 皇后拿出了苹果要给白雪公主吃 但白雪公主看见苹果后摇了摇头说 这种没切过的水果我才不吃 七个小矮人围着白雪公主的棺木大哭 路过的王子 因为好奇前往一探究竟 发现躺在棺木里的白雪公主非常美丽 哇靠好正啊 王子就走向棺木亲吻了白雪公主 小矮人们见状就开始议论纷纷 是恋失皮 是恋失皮 哇是恋失皮 王子最后娶了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利用她 IG的声量 与网路电视台合作拍了一系列王子公主石禁秀 炫富晒恩爱 换取更多粉丝还赚了一大笔钱 她对皇后曾经对她改家的WiFi密码这件事情怀恨在心 时不时就会在社群上蒂死皇后 使皇后面临了一阵退战潮 王子与公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王子突破了重重的南关 终于找到了沉睡已久的公主 王子亲吻了公主 公主终于醒来了 之后王子被告涉嫌强制性骚扰罪 趁人意识不轻时抢吻他人 全案以送交相关单位处理 王子突破了重重的南关 终于找到了沉睡已久的公主 却发现公主长期没有进食 也没有人工生命维持器还是打营养点滴 早就变成一具白骨了 仙女施展的魔法 老鼠变成了马 南瓜变成了马车 而灰姑娘变成了帅气的王子 仙女比较想看BL剧情 仙女对灰姑娘施了法 让她全身都穿着漂漂亮亮的礼服 但这些衣服只能穿到12点 灰姑娘问为什么只能穿到12点呢 仙女则说 12点后没有拿去还的话 租金是会double的 灰姑娘乘坐着南瓜马车到了舞会会场 王子一看见她就像着迷般的往她走过去了 她南瓜位好重啊 这部继续骂 领也认为 三个小船 七个大猿 三个小鸠 十五百